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天都要戴着吗 对 所以这个呢 你只要当晚你戴着的话 你的呼吸道就开着 你的睡眠就正常 永远 永远 一辈子 一辈子 你看我又睡到一半看见 那就是有这个问题了 那 其实常常都是有这回事 就是很多病人他们来 是因为他们的那个 多数是男性 所以他们太大会说 他们对 整边的人会知道 对 然后说他们 可能呼吸暂停 就是可能打汗了之后突然间停止 再往后一点 再往后 往后 对 就是他的头不能够动到这个床 对 基本上要在床上做呢 就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你的头要悬空的 对 要悬空 待会躺下来的时候需要悬空 我们现在示范的是 左边的那个耳食症的那个副位 左边也就是靠墙那边 对 左边 所以我们在第一点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 做的就是这个 这个同样的那个动作 就头往左边45度 然后呢 你要放轻松 我算一二三的你 等一下 脱眼镜 还有他的这个 在我还没有继续之前 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帮我记住这个医生的脸 我们也会好好记住你的脸 所以我第一点呢 第一步就是往后 往后仰 就躺下来 头往后 朝下45度 所以是头已经先把它转过去 才躺下来 对 所以像这样的话 如果有耳食症 他就会马上眩晕 而且你看他的眼睛 有没有晕晕吗 有没有晕晕吗 他的眼睛会这样抖抖抖抖抖抖 你的眼睛 你看他的眼睛 他会颤抖 他会这样抖抖抖 对 可是医生 我的眼睛很小 你都看得到 看不到 所以就说 有耳食症的人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会颤抖 这个就是诊断的方法 所以也就是说 他的眼睛颤抖的人 就是有耳食症 对 我有没有颤抖 其实讲真的没有 现在是没有 第二步呢 所以他只要他停止了 就眩晕停止了之后 就头往右边转到45度 那身体呢 身体暂时还是维持同样的位置 然后呢 他停止晕了之后呢 就第三步 就是转向右边 全身 因为我怕他跌倒 你不要滚下床来 来 圣安扶着你 虽然我们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全身转向右边 就側握 我很像去发廊洗头这样子 所以你看 他的头现在呢 就是朝下45度 是 所以停止了之后呢 我们就让他的脚放下来 这个姿势好不胜长 我的眼睛没有颤抖 我感觉到你的手在颤抖 我可以吗 你的头太重了 你不要 你的头太大了 里面装很多东西好不好 不要这样 水都是水 最后一步呢 最后一步就是让他这样 就直接这样坐上来 直接坐上来 坐上来 对 头不要转回 头不能动 头不能转回 所以其实需要人帮忙 这样子吗 所以这样子他就应该是成功 当然 我们真的学到了好多 是不是 所以要谢谢郑医生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郑医生 谢谢 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的这位呢 他是一位精神专家 那就是黄明公医生 是 来给我们解答更多有关睡眠的问题 欢迎黄医生 你们坐到很舒服 不邀请我一起坐 坐坐坐 医生要不要也一起坐 对 OK 请问一下大家 你一般都是几点上床睡觉 几点上床睡觉 好来 来我们一二三一起比 一二三 一二三 所以这是什么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一二三五 三点 十一点 十一点晚上 他最健康 我早上五点 你太夸张了吧 你早上五点 没有我跟你说 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以前的生活 这个是我以前的生活 你以前年轻的时候的生活 我五点然后睡 睡到来 可能有时候我七八点也睡 就是我睡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就起来了 我不会 那不是我吗 你也是这样 你是因为最近工作 因为你是工作 我也是工作 不过我 你是几点 我两点 所以医生你要熬夜 是不是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我相信应该是会 对 因为我们多数人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 只要是由脑部的推黑技术而决定的 一般上 可能在十一点吧 十一点到一点之间 就是可以修复身体的时间 对 那个推黑技术就已经飙到很高了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段 睡眠会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除了就是睡觉的时间 睡眠的这个长度好像也是很重要 但是根据一个调查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当中 新加坡的睡眠期间算是最短的 平均国人每一个晚上只睡六个多小时 六个小时哪里够 然后我跟你说 那个最长的 睡最久的 荷兰啊 Holland 还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他们的人民 其实也只不过是睡七个多小时 都没有达到我们 我们所谓一般上知道的所谓的八个小时的标准 要八个小时不是吗 很多 所以是真的一定要睡八个小时才会健康吗 一般上多数的成年人都是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之间 如果是青少年的话 一般上会睡得更久一点 难怪我睡这么久 为什么呢 我也是睡很久 你是婴儿啦 还是青少年 不过医生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年轻 不 我们现在的一般人 睡六到八个小时是OK 对不对 牵涉到这个睡眠周期吗 所以晚上能够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的话 那就五次的机会进入那种睡眠周期 是对 因为他有这个四个周期嘛 我知道那是我没有时间 年轻人要多睡 对你看 所以我长不高 不需要长高 OK 我们的网友呢 Peter B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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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说 经常说要早睡早起才健康 所谓的早睡是几点 对 几点才算是早 一般上 儿童可能可以早一点睡啊 七八点 九点都可以睡了 成年人多数可能是必须要等到 十点啊 十一十二点才能够睡得早 OK 一般上他们说失眠会长胖 是真的吗医生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他在你晚上睡觉睡眠不足够吗 他会影响到一些内分泌的 失调 我就知道我不是因为吃太多嘛 OK好 网友呢 Lenny他就说了 难道没有人是天生的夜猫子 适合晚睡晚起的吗 如果说这种夜猫子 他需要改正吗 不用吧 我就是天生的夜猫子啊 我没有什么要改的 我看得出来 其实你的黑眼睛没比我好 你爆副心很强耶 你先怎么说 讲你就讲我 的确是有这样的个案 很自在睡 睡到很自在起来 不过这可能会影响到他读书 可能如果只要白天要去上课的话 就会影响到 还有他寻找工作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很多人都是只能够做到夜班而已 你还没有做蛋糕之前是睡几个小时的 我也是两三点才睡啦 但是那个是因为我可以看KDrama 然后几点起来 十一二点 那年轻人 还好是年轻人 OK 网友JJ就说了 听说小孩迟睡会长不高 是真的吗 真的 我有听说 我真的 我觉得我以前是睡不够 所以长不高 你确定只是因为睡眠吗 还有什么原因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哥哥 然后他很高吗 他很高 他有睡很多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 我读书我 我是蛮那个 蛮那个 hard working的一个人 哇 所以你弟弟很懒惰 所以懒惰的弟弟 就会睡得比较好 所以就会长得比较高 对 OK 所以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进入那个睡眠周期 一般上都是有五次了 所以如果你睡觉时间比较短 可能没有办法进入五次的睡眠周期 那当你进入这个深睡的阶段的时候 脑部呢会分泌一些荷尔蒙 这些荷尔蒙会帮助你长高的 所以真的如果睡不够 真的会比较难长高 对 因为你不够时间 让你的身体分泌那个生长激素 对了 很容易啊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睡得好 或者是睡得够很容易入眠的话 你就去做一些运动啊 跑步 游泳之类 可能就会长高了嘛 对不对 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太迟了 对 基本上有两大原因 可以决定我们晚上睡眠的数字 第一个是我们的年龄 刚才大家有提到了 年龄低的话睡眠品质比较好 对了 年龄大的话睡眠品质 我都睡得很好 没有 我们不相信 我再跟你们讲一个秘密 我们这种年龄的一般上 还可以 睡觉前就是要先泡澡 是谁偷走了你的睡眠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其实如果你在看我们的直播 你也可以回答 你就写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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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是其中一位 会做这种事情的人的话 就是完全睡不着才算是失眠 还是要躺很久才睡得着 看Y不健康帮你找回健康